上回书,正说到张作霖兵拜赵家庙,只落得伤兵损将元气大伤,闯出重围之后好不容易,到了歪脖子山秃老婆殿,再看身边只剩下六七十人。 而且多数都是受了伤挂了彩的,张作霖心似油烹一般,心路一窄就不想活了,他把盒子炮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想开火。 幸亏小老虎张凯呀挨着他进,这小伙子眼明手快,对准! 一把把张作霖的手腕子给抓住了,这阵唐二虎也反映过来,往上一扑,把张作霖的腰给抱住了。 对了,对了,你要干什么? 三个人就撕打到一块,张作霖就像疯了似的,你们撒手,为什么不叫我死? 为什么不叫我死啊! 众人过来把张作霖的枪给下下来,再看张作霖是顿足吹凶,嚎啕大哭。 一手垂地,满地乱滚,有人过来要劝,孙烈臣把大伙拦住了,弟兄们,让队长哭吧,哭出来心痛快。 所以大伙就不劝了,张作霖可见哭啊,能有十几分钟,只哭得满身大汗,嗓子嘶哑,这个劲渐渐就消了。 您呢,记住这个教训,这个人要想哭啊,你就叫他哭,别让他憋着。 哎,哭完了,他自然就痛快,你要叫他憋回去,往往这个人呢,还重病呢还。 孙烈臣一看,张作霖哭声渐小了,这才过来,把他搀扶起来。 队长,我们大家跟您一样,心情是沉重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最聪明,一贯教育旁人,怎么轮到自己头上,你糊涂了呢? 别忘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咱们平常不老讲这个事儿,人三穷三富,才能活到老。 哪有一杆子知道头的你,是,咱们损失太惨重了,但,也不怪你,也不怪我,咱们谁也怨不着啊,你用不着这么样的伤心。 他二胡,也说话了,队长,你怎么学老娘们呢? 哭哭啼啼的,有个屁用,他妈脑袋掉了,晚大个霸,再过几十年,还他妈这么大阁? 打胜就打胜,打败就打败,能他妈咋的? 你一言,我一语,就好像打强心祭祀的,张作霖,长出一口气。 好吧,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死,但得答应我一个要求,大伙都是问啊,什么要求,说吧。 张作霖说,我呀,不配当领导人,更不配当这个队长,不然的话,你们大家能跟着我倒霉吗? 你们另推贤者,这大拦把谁爱当谁当,我现在让位。 众人苦劝,张作霖是执意不从,说什么也不干了。 张作相说,兄弟,你说的是真心话,真的,发自肺腑。 那么你歇两天也行,暂时内有个人代替你。 我弟兄们,那么咱们大家就另选个队长吧。 有人提议,让孙烈臣坐,众人一听,除非孙烈臣自个儿老,也只有他取代队长了。 可刚有人提这个建议,唐二胡把眼珠的一瞪,谁说的? 谁说的? 我不服! 抛出老嘎的之外,我谁也不拥护。 谁他妈这时候当队长,我就跟他拼了。 张世飞在后的也紧叫我,对,不能换队长,我就愿意跟张作霖干。 张作霖一想就为了这个事儿折腾半天,有什么用呢? 外边大兵压境,说不定哪会儿还得干仗呢? 所以张作霖没办法,只好还得干这个队长。 他深知,在目前险恶的环境中,团结是最主要的。 人心要一散,立刻就得土崩瓦解。 怎么能把大伙的心给拢住呢? 张作霖有主意了。 各位啊,要叫我继续当这个队长可以,我还有个要求。 我打算找出几位弟兄来,跟我冲北磕头,拔败结交,势通生死。 咱们共同领着大伙干,光我一个人不行。 那行啊,你说吧。 张作霖一点名,算他家笔话八个人,这八个人当然是骨干了。 张作霖打算用这种办法,把大伙拢在一起。 大家一致同意。 磕头的都是谁啊? 大爷孙烈成,二爷汤二虎,老三张作霖, 老四木怀,老五鸡金村,老六坎抄袭, 老七小老虎张凯,老八张是飞。 就这么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八个人磕了头了。 咱们旧社会要想团结人,这是最好的办法。 磕完头,大伙这个劲头啊,就好像足了似的,也不磕了,也不饿了。 就研究怎么样突围,怎么保存实力,咱们下一步撤到哪儿去。 正在这么个弹道,就听见四面八方枪声大作。 放哨的跑进来 队长 官兵杀到了 张作霖把双枪压满了子弹 吩咐一声 赶紧给我守住 不能让他们攻进来 杀 六七十人分成四队 把东西南北牢牢的拔布 外边官军最高指挥官 就是新民府的三营统领李景福 这李景福知道张作霖没死 在突老婆店里 捷继了三四百官军 连马队在务营 把这儿给包围了 咱们简短揭说 又经过一场敖战 官兵始终没攻进突老婆店 相反也损兵折将 最后退却去了 张作霖 张作霖就查点 这次战斗又死伤了八个弟兄 现在就怕这一手 他没有人的来源 死一个少一个 张作霖就纳门 真探量的怪事儿 从赵家庙图围开始 我走到哪儿 官兵追到哪儿 天这么黑 这官兵是怎么知道的心呢 他怎么知道我张作霖 今天晚间的行踪 莫非有人告密 我身边有内奸 那这内奸是谁呢 他就把这个事儿 跟几位磕头的把兄弟说了 大伙也感觉到 张作霖分析的正确 好嘛 对自己这些人全怀疑上了 偏感这时候 唐二胡 要大便 拎着枪啊 他就出去了 虽然说没有厕所 也得远离人群呢 离近了那算怎么回事儿 他就奔后边高地方溜达 无意之中发现 在眼前有黑影闪动一下 我眼离了 谁啊 明明看着有个人 怎么没了 他二胡下的 大便也没了 竖起耳朵拎着枪 他奔那个方向就来了 结果走了不远 把那人给堵上了 你看谁呀 黄世耀 前文书三说了 黄世耀当初是 风铃格的人 因为风铃格把他给揍了 他讲着委屈 偷了风铃格一匹宝马 叫学礼豹 上赵家庙投靠了张作霖 张作霖呢 对他挺器重 当时让他跟小老虎张凯 同管赵家庙的保险队 也是个小偷偷 他鬼鬼祟祟 但是干什么 我老黄呢 是我 你干什么呢 我肚子不好 要大便 说着话 他提着个裤子 都说二胡傻 其实不傻 粗中有性 他二胡到他 近前一瞅 他变毛变色的 往地上看看 也没大便 就对他产生怀疑了 想炸他一下 我黄石耀 你他妈小子干这些事 我全清楚 感情这黄石耀 贼人胆虚 唐二胡这一嗓子 把他吓得一哆嗦好 全面趴下 恶神就跑 那能跑得了吗 唐二胡那管直 手腕子一翻 啪 正走腿肚子上 哎呦 哭痛 黄石耀是硬生摔倒 刚想掏枪 二胡就穿到他眼前了 一脚蹬他腰眼上 咯咯 他妈 痛崽子 上去俩嘴巴子 把他胳膊给拧过来 枪给下下来 像临死狗一样 把他拖到前面 那么大伙呢 听见枪声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刚想要看个究竟 一看唐二胡回来 把黄石耀 往众人面前一推 去你妈的 大伙就傻了 这 这就 怎么回事 嗨 我队长啊 咱们都被他给骗了 这小子是个奸细 是风铃格派在我们身边的一条狗 方才 我发现这小子鬼鬼祟祟的 等我炸了他一句 他转身就跑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你问问就清楚了 大伙一听 眼珠子都瞪圆了 摆了他 剥他的皮 胡拉超往上一闯 把黄石耀吓得体如筛坎 饶命 饶命啊 各位地球饶命啊 我也是迫不得已 这两句话更露仙 张作临拎着枪过来了 看了看他 黄石耀 你放心 说实话 我不要你的命 究竟怎么回事 对着啊 我全说 我全说呀 我当初跟冯林格 跑了十几年 他把我当作嫡系 后来他跟我商议 他说 让我冰瓢苦肉计 打在您身边 我的任务是 随时随地向他通报情况 这一次攻打赵金庙 以及您走到哪儿 官兵追到哪儿 这情报 全是我发出去的 这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一家孩子老婆 都在冯林格手里头掌握着 我不听他的 我一家人都活不了 严慈我 我对不起赵金庙的弟兄 我对不起队长 队长啊 这就是以往的事情 您饶命 饶命啊 这么说 我转移到哪儿 清兵追到哪儿 都是你给走了的消息 你给指点的方向 是是是 那你怎么联络呢 有时候称了混乱 我连接放三枪 这是联络信号 有时候放枪不方便 我就在咱们的住地 高地方点起一堆火来 他们见着这信号 就知道您在哪儿 因此就奔哪儿打 哦 是这么回事 好了 说清楚事儿完了 但是 你是冯林格的忠臣 我这妙小 养不了你这大神仙 我成全你 一家人团圆 走吧 滚 哎呀 谢队长饶命 谢队长饶命 黄石耀 两滚再爬 拖着一条受伤的腿 刚转身到门口这儿 张作霖把手一抬 啪啪 两枪 脑袋给接了盖了 你看说的好听 能放他走吗 把内奸铲除之后 根据他的口供 张作霖深知 这地方可不保险 昏兵还得来呀 怎么办呢 仍按原计划 把现有这些人分为三队 化整为零 马上转移 张作霖 张作霖让孙烈臣 带着郑翠平 冰喜春 张小春 还有一部分弟兄 奔东北突围 上八角台 投靠张警惠 让汤二虎 让汤二虎 张四飞 沐怀意 领着一部分弟兄 突围 赶奔中安谱 去投金兽山 他呢 带着张作相 集金存 砍超起 小老虎 张开 领着一部分弟兄 赶奔青马砍 去投奔 杜老畔和杜立三 让胡老子 为总联络员 将来传递消息 全都安排好了之后 张作霖 分输一声 带打 有人 把学历报 给他牵过来 这匹马 真是饱马 两句 宗围乱炸 啼啼跑好 张作霖 把杜带 连紧了几扣 拍拍马的脑门 心说话 全靠着你了 飞身上哪 众人也上了马 张作霖 跟大伙一仰手 弟兄们 前途保重 咱们后会有期 骑队 兵分三路 往三个方面突围 不表旁人 单说张作霖 领着十八名弟兄 就好像下着山的蒙虎一般 消失到夜幕之中 没出去 二里币 就遇上官兵了 这有土匪 土匪要土匪 啪啪啪 有土匪来切住 也不知不知道多少官兵 铺天盖地 把张作霖 他们就堵住了 到了现在 这些人把命 早豁出去了 坐着等也是死 能冲出去 就有条活路 因此 人人眼珠子 瞪着六圆 双手打枪 马的速度 不但没解慢 相反还加快 那么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来 这些人 绰号都叫马贼 美人身上的功夫 都挺过硬 他们就吃的是这碗饭 都练就了一身 超人的本领 今天都抖了出来了 有你没我 有我就没你 再看这十八个人 十八匹马 好像腾云驾雾一般 张作霖 双手打枪是弹不虚发 听见商人就得倒下一个 也不光是他 他手下的弟兄 也全是这样 只拿大码 一人舍命 万将满敌 别看清兵那么多 这帮人都是攒鸡毛 凑胆子 那清朝的军队多腐败 大多数都是被强迫来入伍的 谁家里都没有几口人 谁愿意给卖命啊 你看他一块瞎叫唤醒 真要玩命就舍不得了 因此 因此被张作霖 他们杀出一条血胡同来 弄闯出去了 清兵在后的季节 紧追不舍 别让他们跑了 别让他们跑了 这一道 大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